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我是李國慶 8月,社用勁,地方債大增,穩經濟,出招,基建,遼特役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市升了189點,收報24,503點,成交只有960億 今天的市場成交不算多,都可以說在低位增持 不過恆好,增持完後有一點反彈 今天反彈上來之後,繼續守住24,100區的重要支持位 看看恆新指數這幅走勢圖 早前跌穿了,這條斜線也好 之前8月20日的低位,24621點的時候 短線轉紅燈 但現在守住24,100,中線還未轉紅燈 近來,似乎有一點回穩的跡象 我講到似乎,還要觀察的觀望 其實這一個多兩個月,即是7月初見了頂 到現在,9月都去到中旬了 即是已經去到兩個月的調整 估計時間上高,都差不多 可能再要多一個星期左右 差不多的時間,有機會回穩 看看下個星期是否這樣 總之,短線來計 繼續看著24,100區作為支持 上高極短線是24,600 如果升穿24,600,站在其上 就有些回穩的跡象 為甚麼24,600呢? 就是9月10日高位,就是24,500多點 9月24,615點 所以升穿24,600,站在其上 就有機會轉穩 好了,大市其實就沒有太大好趕著 所以過幾天,等市況有明確的方向再跟大家說 反而,昨天跟大家說到,劫後如新 昨天的題目是甚麼? 大家如果有印象,應該記得我說 就是ATMX 跌了下來,說美股跌了下來 ATMX 昨天我看到視頻跟大家說 直播率都OK的 有機會可以播一播 幸好,今天ATMX四隻股都彈 其中,美團彈得比較厲害 但是4.2%,是嗎? 昨天說到的了 美團,你跌了下來之後 之前這個星期三做了一個低位 昨天那個,如果買入 即是現價買入 那你就有機會播一播 那現在OK,4% 繼續呢? 如果你是中線的 用200元做止蝕位 就播它上去280元 如果你是極短線的 那不用等那麼遠的 就用回9月9日 即是星期三的低位 227.2,跌穿227.2 收在旗下的話就走了 即是盡量令到自己的直播率提升 如果今天有入市 好了,那阿里又怎樣呢? 阿里其實今天都升1.3% 大家都在等到螞蟻金服那裏 希望它來到,就有刺激 螞蟻金服可能有很多策略性投資者 好了,又是這隻股 如果今天有買的話 在中線當然,放低一點 指示位昨天都說到231.6 即是這個位,7月16號低位 但是極短線的話,不用那麼低的 如果今天真的有入市的話 就用9月9日的低位 258.6 收在旗下就可以止蝕了 上網之前的高位大概292 但這一隻,小心點 有少少這個下跌離口 這裡會阻力的 就要看螞蟻金服那裏 是不是有好消息 令到它衝得上去 騰訊 今天升回接近2% 收5.16 騰訊一直都是這樣的 極短線的話 或者短線的話 都是用8月7日的位 499.4 如果收在旗下就止蝕 今天仍然都是這個位 中線481 長線475那些不要緊 那些其實差不多的水平 說真的 現在由接近500元 如果回落去 其實475 只是說5% 就是那個區域的指洩區 你用481、475 差不多 關鍵在於什麼呢 真的不要跌穿這個499.4 收在旗下的話就比較惡劣 好了,這裡也有一個什麼 上升列口在這一邊 下面有一個下跌列口 所以這個沖上來 這次也是有一點麻煩的 又要看什麼呢 就是WeChat那裡搞成怎樣 所以如果今天有博 都是繼續看著499.4 這個指示位 如果沒事的話 希望上網上升上去 希望去到560 最後一個小米 小米今天都升3.6% 挺好的 如果今天有入市有做的話 就不需要 一定要用這個指洩位 就是8月26號這個 最高位 這個下 所謂上升列口的底部 當時是19.18元 不需要一定用這個位 要用哪個呢 用9月9日的低位 20.95元 可以作為這個 如果今天有入市的指示位 因為如果你今天入市 就推高它 就不需要用到上次那個 好了,這四個 但不是今天的主題 我只是想告訴你今天 如果是說薄的話 今天入市應該怎麼做 跟進了先 講到這個部分 講到今天的主題 就是說 內地公佈了 8月的貸款數字 新增貸款都不錯的 有12,800億 1.280萬億 比這個預期 1.25萬億高一點 比上次的998 27億又高一點 那M2就10.4 上次和預期都是10.7 這個就低了少少 但就不算很多 關鍵就不是這兩個數字 今次的重點關鍵 就是今天的標題就是 8月社融競 就是社會融資規模 那個數字就很厲害 怎樣厲害呢 是去到3.5百萬億人民幣 那預期是多少 預期只是2.5百億 換言之 是多了1萬億人民幣 1萬億 就是社會融資規模 比預期高了1萬億 那當然是很厲害 對上一次 就是上一個月7月份 只有1.69萬億 就是1.7萬億都不夠 今次是上一次的1倍 那這個這麼厲害 究竟用了去哪點 社會融資這麼多呢 社會融資規模這麼多 用最主要最主要多了一個地方 就是在政府債券那裡 今次的政府債券剩額呢 有1.3百萬億 剛才說 比預期多了1萬億 比上一個月多了差不多1倍 就是多了1.7萬億 上一次1.69萬億 多了1倍 多了在哪裏 最主要多了在這個 政府債券融資那裡 是1.3百萬億 政府就不只是中央政府的 就是很多地方政府都會發了很多債 就是地方債增加 剛才我說到 8月社用勁地方債大增 地方債大增是用來做什麼的 就是用來找經濟的 找經濟出招 出什麼招呢 當然是在基建那裡 所以基建就得益了 今天這個其實是收市後才公佈的 不過我相信內地都會有一些 有些人可能一早知道 今天A股都彈了一些 以這個滬深300指數為例 今天反彈了接近1% 繼續都是守住在這個橫行區那裏 那裏 滬深300和這個上證指數 基本上都是一個打橫行的架局 深圳那邊就受到深圳創業版的回落 我最近約了一些球 今天都彈了一些 那現在你彈了一些 見得到政府其實是有出招 是在那裏找經濟的 地方債那裏增加了 應該拿了錢去搞一些基建那些 所以大家對第四季 或者這個剛剛八月份 即是開下半年 第三季開始 不要那麼悲割 那個GDP特別是 因為八月份那裏 地方債大增 有錢之後 就會在九月份 十月份 十一月份 十二月份 投入來開支 就是用來穩定經濟 那好了 如果真的基建那裏 那有什麽會受惠呢 那很多基建相關的那些 機械呀 重型機械呀 那些是吧 重卡那些 那些 水泥建築那些 不在話下 那玻璃呀 最近都做得很好 那今天呢 特別講兩隻 就是水泥股 因為預期就是說 如果穩定經濟之下 基建那裏多了呢 那對水泥的需求呢 就有增加 那加上這個 金九銀十旺季 水泥那個 價格有機會是上調的 那第一隻 華潤水泥 華潤水泥 基本上大家見得到 這個其實沖了上來之後 在11元頭上呢 就增持了一段時間的了 如果它 今天其實曾經是 有個回吐下去 11.16元 挨近11元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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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上升軌這個水平 值得可以想一下 這隻股 那上升軌這些 隨時有機會跌穿的 不重要的 就是最重要 這裡大概這個前浪頂 10.76元 那這裡呢 8月7號的前浪頂 10.68元 大概10.7元 如果它收到10.7元之下 就可能減遲 就要減遲 如果你說太純了 11元買 10.7元 就是3毫子 那你就用10元 用這個8月14日低位做止洩位 就是你可以承擔那個風險能力比較強的 就11元買 10元 作為止洩位 那這隻股上網 其實就不止是升穿12元 有機會是13-14元 因為這陣子那個走勢 其實呢 走了兩三個月慢慢上去 它都還未開始爆上去 就是還未開始抽上去 都還是挺穩定的 那挺穩定的 這些股呢 就是回吐下來的時候 就是一個吸的機會來的 好了 第一隻環潤水泥 第二隻呢 是中建財 中建財呢 這隻呢 曾經衝過上去 爆過上去 然後回回來 那這隻股 跟剛才的環潤水泥的分別 環潤水泥呢 就是一個upside 已經出現了upside 那你每次就是後低來 就是找個好一點的位來買 那個勝算就挺高的 因為upside 是吧 那一浪高於一浪 除非它跌穿前浪底 就是剛才這麼說 8月14日低位10元那裡 那裡差不多 否則的話 這個一浪高於一浪機會大 而這隻呢 就是曾經衝上去 回落 分別就是 衝上去 那次呢 就一定是有些好東西 才能衝上去 不過呢 衝上去之後 大家發覺那個是有點滑 於是下回來 下回來之後 這隻呢 可以作為這個次選 不過次選其實都是相對的 就是相對於這個環潤水泥 那次選不是代表一定是差過第一隻 而是呢 它現在沒有一個城勢 就是現在是一個低級的機會 它將來爆起來的時候 不一定是差過環潤水泥 隨時啊 這隻是爆得多一點都未定 不過 這隻爆得多一點 但是因為它這間沒有什麼小 所以你可能要等的時間要長一點 還有那個風險呢 可能就高一點 那 怎樣減低風險呢 就是 現在又再回覆庫rz 一直回覆庫rz 其實呢 你從這裡看不到 如果再長一點 這個是一個呢 頭肩底來的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這樣 這個是頭 remains 這是頭 就是逐端 回到頸線附近 十元這裡 就是一個吸納的機會 吸納的機會 現在只是十個塔 在市面上的 對10元邊rüst 指洩位,用7月24日這個低位,這裏有一個上升裂口 那天是好東西,上升裂口然後衝上來 衝完上來之後,發現沒有了道,又下來了 現在下來了,有一個吸納的機會 吸納機會後,指洩位,用這一天突破上去那天的最低位 7月24日低位,就是9元,即是10元便買 跌破9元,收在旗下的話,就止洩,只有1成左右 如果10元便買,起碼上去前浪頂14元 起碼有4元便搏,甚至乎更高 因為之前這個消息應該是一個好消息 但未這麼快實現到,所以未回落 去到拖拖拖拖,就會實現很多東西 是什麼好消息?應該是有些資產會重組 賣給內地A股 資產重組完後,對這些宣布的時候 這隻股就會好 應該會有一個刺激作用 我個人個人覺得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這隻不是一隻upside 華潤水泥是upside upside又upside好 upside比較明確一點 但是之前做過一個示範 就是一個示範 給你看過,如果好消息實現的時候 起碼衝上來差不多 沒有14元便是13元 更加好一點的時候便是15元,16元 兩種投資方法不同 不過你就個人取捨 如果我取捨不到怎麼辦 哪隻好一點 分開住來買 如果二選一的話 我就簡單一點了 我就覺得華潤水泥 總結而 社融大增 就有利基建股 有利基建 我覺得水泥股會受惠 可以留意水泥股 另外,昨天說到的ATMX 今天如果有薄的話 衝上去少少 大家可以推高指責位 用星期三的低位 以防它會回落 記住這件事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嗨